这给我们说真话 这叫看破 真真看破 看破不是不干 看破干 不放在心上 不干也不放在心上 这叫得大自在乎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大德大家好 不孝学生分享的心得报告题目为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图文八建设世界宗教和谐示范室的启示 2014年3月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 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 让文明交流互建 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 汲取营养 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 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澳洲图文八市运用中华传统文化 构建世界宗教和谐示范室的成功案例 正是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 交流互建的典范 对于我们如何运用文化的力量 实现宗教团结 化解冲突 促进和谐 维护和平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总结其成功经验 可以增强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 重新认识并充分发挥宗教 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早在1999年 尊敬的上进下空老法师 曾成功的团结了新加坡九大宗教 使彼此能够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其显著效果及国际影响 引起了澳洲政府的关注 2000年 澳大利亚移民部部长 菲利普卢多先生 亲自为净空老法师 签发尖端人才签证 称致邀请十以七十五岁高龄的老法师 到澳洲团结族群 完结宗教 2001年 老法师在图文八世 这个基督教的大本营 建立了以弘扬佛陀教育为宗旨的 敬宗学院 学院每周六举办温馨晚宴 用健康素食 免费招待市民 提供给大家互相学习 真诚交流的机会 提倡宗教联手 带动信徒 互相敬爱尊重 关怀照顾 带动图文八小城的十万居民 团结成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老法师从自身做起 无私无求的照顾和资助当地的民间公益团体 宗教慈善机构 高校研究中心 医院和戒毒所等 如今温馨晚宴已经连续举办了13年 净空老法师以及敬宗学院不求回报的付出 日益得到当地市民的理解和敬重 为了深入推进宗教团结 老法师计划今后的工作分四步进行 首先 自2014年12月起 在敬宗学院开设道德讲堂 邀请各宗教从本教经典中 精选出360句 关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章句 编程如群书制药360 圣经360等 在讲堂共同学习 分享心得体会 其次 经过三年时间 将道德讲堂升级为大型多元文化活动中心 邀请各宗教定期或不定期的 就某一主题进行研讨学习交流 第三 在经三年时间 开办宗教研究所 培养各宗教的鸿护人才 第四 十年之后 在已有师资基础上 建立宗教大学 不同宗教分属不同科系 利用卫星电视 网络等远端教学的方式 向全世界传播宗教教育 在参访 在参访 进宗学院的过程中 学生有幸参加了老法师接见拜访者的系列活动 在来访者中 既有图文巴市长及其夫人 市议员等政府官员 也有民间团体 也有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 既有各大宗教的领袖 也有当地土著居民的组长代表 既有首区一职的企业家 也有中小学的校长 教师 既有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主流媒体负责人 也有高校校长、专家、学者 其间 老法师还率领到静宗学院参学的 三百多名四众弟子 参加了天主教举办的 庆祝世界和平日的活动 应邀到图文巴市医院 南昆士兰大学 中小学校长联谊会 基督教学校等进行主题演讲 并参访了图文巴圣公会 巴哈一教等宗教活动中心 以及图文巴市安养中心等 十多个民间公益组织 通过这些活动 老法师与图文巴市各阶层 各领域 各宗教的精英人士充分接触 坦诚沟通 真心交流 如今建设世界宗教和谐示范室的观念 已深入人心 上至图文巴市长 下到普通居民 一致达成共识 希望将图文巴建设成为和谐示范室 那么是什么力量 使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宗教欢聚一堂 敞开心扉 互相交流 是什么力量 使原本对政府充满敌意的土著居民 逐渐转变态度 成为共创和谐的一员 又是什么力量 能够把一百多种不同语言 八十多个不同族群 十多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 凝聚在一起 为建设世界宗教和谐示范室 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携手合作呢 首先是慈悲的力量 老法师在少年时代 经历了战争所导致的流离失所 与家人的离散 失学的痛苦 使他很早就开始思考战争的根源 以及解决冲突的方法等问题 希望后人都能过上安定和谐的生活 911事件后 在参加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的学术交流时 他老人家睿智地提出 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家庭的冲突 更根本的是人自身的冲突 即人的习性与本性的冲突 或利己与利他的冲突 因此要实现宗教团结 就必须首先放下自己的成见 谦虚地互相包容 互相学习 求同存异 他还提倡宗教要回归教育 教堂寺院要天天讲经教学 宣扬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承担起社会教育的重要功能 如此才能为促进和谐 化解冲突 实现和平 做出真实贡献 正是这种不忍众生苦的真诚慈悲 使得这位年尽九旬的长老 为法忘身 不顾年迈体衰 不顾旅途劳顿 除每天坚持讲经说法四小时外 还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国 为弘扬正法 传承文化 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而节中尽致 可以说 正是老法师这种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盛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 和无私利他的慈悲 祭祀精神 终于感化了图文八的当地居民 不可思议地赢得了不同文化 乃至不同宗教信仰人士的 一致认可与真心尊重 其次是智慧的力量 正是出于这种 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真诚慈悲 老法师自从青年时代 就开始寻求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实智慧 老法师从26岁接触佛法以后 秉承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 藏传高僧张家大师 与国学大家李炳南老教授的教诲 深入经藏60余年 深深体会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在学习释迦普 释迦方志后 他认识到释迦牟尼佛与弟子的关系是师生关系 而不是西方宗教中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 或者父与子的关系 他一生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49年 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义务教育工作 传统的佛教寺院 也不是偶像崇拜的场所 而是佛陀教育的机构 承担着通过讲经说法 以劝导人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社会教育功能 例如《梵网经菩萨戒本》上明确规定 佛弟子不做国贼 不犯国主 就是绝对不能做伤害国家的事情 不能诽谤国家的各级领导人 《阴落经》中也要求佛弟子不漏国税 不犯国志 从这些戒律中可以看到 凡是真正依教奉行的佛弟子 理应是这个社会最好的守法公民 因此老法师立场佛教要恢复佛陀教育的本来面目 正是六十余年深入金藏所获得的真实智慧 使得老法师对中华传统如是道教育充满了信心 得出了与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 汤安比先生完全相同的结论 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 唯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 在老法师的指导下建立的安徽卢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半班教学 落实弟子规 使得汤池镇一度成为和谐社会示范镇 并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汇报经验 引起了广泛关注 广东省潮州市黄河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谢一辉董事长 以及苏州顾德公司的吴念博董事长 按照老法师的理念 半班教学 治理企业的成功范例 受到日本前首相 揪山游继夫的由衷赞叹 在经老法师介绍 参观了这两个企业之后 原本对中华传统文化 半信半疑的揪山前首相信心倍增 在2014年6月写给老法师的信中说 通过这次旅行 我们切实感到 正像净空法师教诲的那样 若是中国传统文化 能够切实弘扬落实 人们一定会幸福 企业也一定会增加效益 我们为自己能有幸聆听 净空法师的教诲 而感到无限欢喜和深深感谢 三 结论与建议 老法师的理念在汤匙 潮州 苏州和图文巴等地的成功实践证明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半般教学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宗教必须回归教育 互相学习 由于社会伦理 道德 因果教育 缺乏 人们失去了是非 善恶 美丑的标准 不仁 不义 无理 无智 无信等现象层出不穷 是所谓人气长则妖心 家使一度被误解为迷信 而实质上蕴含着真实智慧的 如是道圣贤教育 由国家提倡得以普及 日日在国家各级电视台加以播放 相信诸多的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不过一年便可达到垂拱而至 坐享太平的效果 从历史上看 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 西元六十七年 传入中国后 由于佛陀教育深入民心 且佛教四众弟子严守戒律 而成为社会奉公守法的榜样 因此绝大多数的开明皇帝都积极地洪传佛法 甚至离请有修为的高僧担任国师 尽管历史上许多佛教高僧享有极大的尊荣 但是真正的大成行者 从来没有任何权利欲望或诉求 而是在机缘成熟之时 通过讲经说法 帮助国君承担起教育百姓的职责 为国家和民族竭尽心力 宣传佛教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不会削弱世俗统治的权威 相反 这将鼓励更多的人 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特别是在国家强盛的唐朝和清朝 很多皇帝都曾屡次寻礼佛寺和佛教名山 出自捐助寺院建设 支持佛陀教育 这才使得佛教在当时发展到鼎盛时期 并使佛教逐渐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2014年3月27日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 所强调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 但传入中国后 经过长期演化 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 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 留下了深刻影响 可以说佛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风 纯朴、安定和谐 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对而言 我国现在的佛教寺院图具形式 缺少了讲经说法的内容 因而没有能够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 提倡佛教回归教育 宣讲正信的佛教 使寺院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以显政破邪 同时鼓励和协助各省各地区建立弘扬中华文化的社会教育中心 道德讲堂 培养德才兼备的师资 对社会大众开展半班教学 兴建和谐示范城镇 并利用国家新闻媒体和网络 卫星电视等远程教学工具 扩大教学的效果和影响力 使之真正起到传播正能量的作用 就可化解矛盾冲突与无形 达到四两拨千金之效 果能如此 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定能助力于中华民族尽早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对照与反省 老法师对中华传统如是道文化深信不疑 因而能身体力行圣贤教诲 开显了自信明德 恢复了本自具足之真心 做到了损己力物 智诚感通 不仅感动了身边的人 感动了不计其数的听众 也感动了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 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 正如孟子所说 为天下至成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一及周易中所言 为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圣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 而我 作为师父上人的学生 常言 以师志为己志 以师愿为己愿 但反观自身 在学习传统文化后 因欲殊胜善缘 得以追随名师 便以为掌握了世间 至高无上之智慧真理 又因恰逢 国内学习传统文化之潮 风起云涌 圣意 约学生分享之邀请 分之踏来 所到之处 皆是鲜花掌声 恭敬赞叹 瞬间从业障 深重的凡夫 成为众人瞩目的大德 于是 供高我慢 自以为师之心 日渐增长 却不知不觉 结果处事成长 甚至连骨肉至亲 同参道友都不能感化 使其对圣贤教诲 升起向往之心 更何谈感化不同信仰之人 与老法师对比 境界相差 息斥天渊 仔细反省 上人胸怀天下 甚至法界众生 不惜为法忘身 周游列国 而自己却自私自利 自我膨胀 所作所为 没有超出名利二字 以致不能感受至亲家人之需要 上人礼敬诸佛 对众生乃至万物 平等恭敬 而自己最多只是礼敬师父 除了师父之外 几乎谁也入不了自己的法眼 师父对人真诚慈悲 亲力照顾 而自己从小到大 受人关心呵护 习惯已成自然 不仅不懂得如何服务 侍奉他人 反而是他人之付出 为理所当然 还不时挑剔别人照顾不周 师父以德抱怨 讲经后将功德回向给伤害自己的人 甚至魔王拨寻 而自己不能容忍之过 对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也会耿耿于怀 师父念念在正法久住 量大福大 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为世人视线了僧赞僧的最佳榜样 而自己心胸狭隘 极度傲慢 他人纵有千般优点 但为人处事稍有瑕疵 自己面盯住不放 不肯随喜赞叹其殊胜功德 师父自卑尊人 讲经说法六十余年 恩泽四海 却仍以学生心态自居 分享学习体会 而自己供高我慢 圣学尚未入门 就以用老师面目出现 著书里说 师父心力清静 仙尘不染 而自己意恶严重 妄念纷飞 师父的不动心 是出于对宇宙人生真相的透彻洞察 对明文立养的看破放下 而自己的不动心 是因为对他人苦痛的熟视无睹 妄恩负义的麻木不仁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尽管如此 自己尽还舔言 我是老法师的学生 我在跟随老法师学习 学生的所作所为 时有损于师父之威德英明 真可谓大言不惭 名不腐蚀 德不配位 即使学生过恶未及 如此不堪造就 但是老法师慈悲心切 不舍一人 仍然苦口婆心 一遍又一遍耐心诱导 犹如世间之博士导师 代以幼稚园学生 不仅无有丝毫疲艳 反而横顺众生 以种种善巧方便 施以教化 实乃不忍 和怜民者之种种苦痛 欲就拔地狱之人 致极乐连邦也 誓问此恩此德 虽粉身碎骨 何足以为报 方才理解 何以法师所到之处 信众皆不由自主 跪倒尘埃 感激涕铃 顶礼膜拜 其事上看似执着 但心情甚可理解 比起吕蒙 施恩此户 却不知感恩图报的弟子 不知强盛多少倍 一思即此 感恩之心 犹然而生 惭愧之情 无以言表 然后不再造 乃真忏悔 依教奉行 是真供养 今云 纵使供养横杀圣 不如兼勇求正觉 唯愿至今以后 日心其德 立志真学师父 真相师父 以其早日成为师父的合格学生 圣贤的真正弟子 以真实成就 回报 施恩与万一 学生乃初学晚辈 仗众凡夫 报告之中 错谬之处 在所难免 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大德 则不吝赐教 不胜感恩 不孝学生 刘于力 顶礼尽程 刘于力 教授 这篇的报告 内容 对我们现前 这个社会 会很有帮助 现代社会 崇尚于科学 我们不能说科学不好 而是科学 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 但是它有负面作用 负面作用最大的 是战争的武器 英国 唐恩比波斯 万年 特别是最后的五年 他八十岁到八十五岁 八十五岁过世 过世的那一年 是1975年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 是1977年 他在这个早年一年 过世 在最后的五年当中 好像他三次 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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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训 对于 国际问题 非常 关心 这个人一生 从事 文化的研究 他将 全球 自古之间的文化 分为 几个大类 那么中国文化 是东亚文明 在各种文化 比较 他认为 中国文明是最优秀的 是其他国家 文明 旺诚 默契的 中国人 有爱心 处处 能替别人 着想 极锁不欲 五十余 而且他做到了 有五千年历史 作证 这个是爱的文明 是伦理 道德的文明 这些伦理 道德都落实了 自古之间 那我们的疏忽 也只是最近 这两百年 他对于这些历史 了解得非常透彻 那么科学技术的发达 代表战争 发明了一些些武器 特别是害物 所以他担心 二战之前 地球上 主权国家 不到一百个 二战之后 主权国家 有一百四十多个 他说 这不是好现象 为什么 主权国家多了 为了个人 个别的厉害 非常容易 爆发战争 那么现在 核武战争 这最可怕的 是核武战争 是人类 集体自杀 那是最愚蠢的 行为 如何来拯救 这个问题 使他晚年 天天所 思维 他对于中国历史 非常熟 他说 中国世界上 现在的状况 非常像 周朝末年 春秋战国 那个时代 大乱世 春秋战国的 结束 是秦始皇 统一 六国 古时候 这种 小国 部落 这种小国 结束了 中国变成大一桶了 于是这小国 常常迎起 厉害战争 就结束了 那么他想到这一点 如何能让这个地球 永远不会爆发战争 那才能够真正避免 人为的灾难 就人祸 那么最好 世界上有个统一的政府 统一的领导 他谁来领导全世界 中国人 中国人 有统一的智慧 有统一的方法 有统一的效果 有统一的经验 那中国人用什么统一呢 用文化统一 不是用武力 他举出汉朝 汉统一之后 周边徐徐徐徐徐国家 都到中国来 可朝供 自动归服 中国 不是用战争 做手段 也不是 这个商业往来 他是 伦理道德 感化了周边 这些小国 自动的 跟中国结成一体 所以他是 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欧洲 虽然罗马 统治了一千年 罗马亡国之后 再不能同意 中国自从秦始皇 同意之后 到现在 还是同意 现在万年的思想 就希望中国人 能够带领全世界 走向 永续的安定火星 让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再有战争 这是他的愿望 那个时候 他虽然到处演讲 到处在鼓吹 没人相信 有很多人 说他那是梦想 不可能的事情 不但外国人 不相信 我们中国人也认为 不可能 他看了清楚 他认为 19世纪 是英国人的世纪 20世纪 是美国人的世纪 21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纪 他的东西 我看过一些 我相信 他说的话没错 今天我们看到了 习主席 习主席 出征之后 过际上对中国人的看法改变了 习主席提倡传统文化 提倡如是道 这个世界 决定不能用战争 解决问题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我在过去 劝过美国 布什总统 他们对伊拉克 动过的时候 三个月之前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劝他 用谈判和平解决 能解决得了 布什不能解决 一定要用战争 战争 得不偿失 战争 美国伤亡人很少 可是后续 引起了恐怖战争 美国士兵伤亡几千人 而且戒了远处 一直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 错了 习主席 在这两年当中 访问了许许多多国家 每个地方的奖励 都博得大众的欢迎 赞扬 欢喜 包括联合过许多大师 我认识不少 对主席的谈话都在他 告诉我 那中国的崛起 决定是给世界社会 带来安定祸 那对主有了信心 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自己不加强信心 错了 所以我心里总是想着 怎样把唐恩比 唐恩比的著作 在过处的讲义 报纸 杂志上发表的 能不能关于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 这一些言论 能够把它集中在一起 成一本书 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想 日本人做了 我们真是欢喜 这本书呢 居然有人 是在香港 中文大学 图书馆里面 藏书有这么一次 他们借出来给我看 我看得很欢喜 立刻 现在又信射书发达嘛 马上把它印出来 原书还给他了 还给图书馆了 我们详细来阅读 我还给他画成红线 现在我们印出来了 原书 日本人 我写线给朋友 到日本人去问 到日本去问问 这两位先生还在不在 两个都不在了 书店呢 书店已经关门 很久就关门了 这个东西 只印了一半 没有再半 所以 分量很少 大家替我找 找了三本 寄给我了 我看到欢喜 我说这是佛菩萨 替我们做的 我们心想似尘了 没想到的时候 我们中国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翻译 我看到的本子 三个本子 三种不同的翻译 可以互相参考 增长我们 对于国家民族的信心 对于我们现在政府的信心 对于共产党的信心 我们相信 当时也有很多人质疑 唐温宾先生 他说你怎么能相信 中国人能够 领导全世界 唐温宾好像有回答说 你们 要想一想 他有五千年的历史 他要走不通的时候 回去一找老祖宗 他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老祖宗就我们传统文化 这个东西在呀 在哪里 四苦全书 那全书只要 唐太宗变 就是四苦全书里头 金 石 紫 这三部 精华 精华的精华 四苦全书谁能去读 读这一部书 等于把全书全读到了 这个书能帮助你 修身 齐家 治国 拼天下 真实智慧 无量的功德了 唐恩币能看到 能看出来 在那个当时 没有人能相信 唐恩币 坚定深信 不疑 一直到他过世 把整个希望 这个世界的希望 都落在中国人身上 都在中国春的文化 真难得 那么这个书出来了 好几种版本 都值得流通 互相参考 我们现在有个基金会 我就用这个基金会来翻译 帮助中国人 坚固坚定信心 相信老祖宗的智慧 相信老祖宗的理念 方法 经验 我们的习惧 帮助外国人 认识中国 对中国人 升起信心 拥护中国 大家来建立共识 使用群书之遥 来建立共识 世界 能不能走向安定和平 我相信难 利用现在 科学的工具 这个 刘教授这一篇 这一个报告 图宗帮建设 世界宗教 后协 后协 是凡事 说的很具体 不难 我们在唐智过去三年的实验 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 证明了 人一心本身 三个月的教训 人民就入了 人民醒过来 有羞耻心的 不好意思做坏事 不好意思骗人 这是什么 人一心本身 第二个证明 人民是很好教的 那就是没人教啊 我们预先以为 要教个两三年 才会有效果出来 没有想到 三个月 效果卓卓 我们没有一个人 不感到惊讶 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 三个月 人民就回头了 那现在我们在国外 做这个实验 是用一个城市 我们在那里 十三年 得到全市 居民 对我们产生了信任 肯定 现在这个小时 正下城市 十二万人 有共识 我们大家都一个理念 希望我们团结起来 把这个城市 变成世界上第一个 多元文化 它真的是多元文化 十二万人 八十多个族群 一百多种 不同的语言 十几个宗教 都住在一起 像兄弟姐妹一样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做互做 一家人 做得到啊 要不做出来 没人相信 汤池 那一桩事情 是联合国 逼着我做的 我参加很多次 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做主题讲演 怎样才能真正 恢复世界 永续和平 要用教育 要用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宗教教育 我提倡这四个教育 可以说得到 没人相信 会有很多国家大师代表 告诉我 你讲得很好 这是理想 不能落实 做不到 这些话我听了 这些话我听了 就凉水教头 这怎么办 白讲了 如果让他们能建立信心 那西方讲科学 科学 拿阵去 来 所以我就想 我要找一个小镇 找一个乡村 我们把它做出来 做出榜样 让他们来看 他相信 所以汤匙 三个月的时候 我宗教的 全是祖宗安排 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 联合国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我们做成功了 联合国问题怎么办 我们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没想到 两个月之后就五月 教科文组织给我一个通知 邀请我 主办一个合同 是在十月 主办一个合同 纪念释迦牟尼佛 2550周年 主题是佛教对人类的贡献 想象不到 邀请我做主办单位 主办有权啊 能说话了 我不相信 派了三个人 到巴黎去打听 是真的 真有这么一桩事情 他们邀请的泰国 泰国大使 推荐我 参加他们 主办单位 所以我原来是主办单位 你看 我们堂吃素成功 就可以来告诉大家了 所以无比的欢喜 那是年06年 06年这个活动 办得非常成功 一直到现在 联合过许许多多人 对我这一次活动 念念不忘 希望我再去办活动 年岁大了 体力不够不足了 可是我希望每年他们继学办 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 那我再去 去年 斯里兰卡主办理 斯里兰卡的总统 跟我很熟 我劝他 一年一次 这个活动 一定要办下去 这是我们佛教 对全世界的 一个宣传的平台 让大家看到 佛教跟传统文化的发展 让全世界人知道 总统也可答应 他是会员国 他可以申请 所以 明年 我们有东西 拉出去 给大家看 图文宝 宗教探紧起来 这些大师们 可以到图文宝去 小住几天 认真去考察 然后大家就会信心 不做出来光说 很难 太难太难了 跟金宗法门一样 男性之法 男性之法要多讲 要多听 听上三十遍 就相信了 听变数越多 信心就越坚定 越深 所以一定要好好去做 真正落实 难得图文宝 居民 政府 社会 国国阶层 统统给我见面 我非常欢喜 我说我会努力 支持大家 一定满大家的愿 让这个小城 在明年 可以在联合国 做报告 邀请联合国的大使 到图文宝来 靠场 让世界上 都有这个信心 和平 要靠教育 靠能力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宗教教育 这四个教育 一下本期来之后 我用什么方式 道德讲堂 这个道德讲堂 背后就是 奥着屯巴当地 十几个宗教 联合组成 我们把每一个宗教里面 讲伦理 讲道德 讲英国的 这一些经文 都给他念出来 在图文宝落实 大家一起学 认真学习 把图文宝变成 一家人 世界宗教是一家 那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那我们 尽忠学悦 带头 大家都欢喜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是